白沙屯妈祖往北岗朝天宫进香 妈祖联教今天行进台中市杀戮区时 分别在同综合医院杀戮院区及光田医院停驾 在同综合医院杀戮院区时 联教一度不停摇晃 原来是妈祖指示院方要将白沙屯妈的匾额移到别处 光田医院副产部长苏启峰开完刀 发现今天第一台达文西手术意外顺神且顺利 打开手术房的窗户一看 才知粉红超跑出嫁该院 要保佑病患平安早日康复 手术才意外顺利如有神助 白沙屯妈祖往北岗朝天宫进香 妈祖联教今天上午行进台中市同综合医院杀戮院区时 粉红超跑冲向院区 在药局的玻璃墙前不停摇晃 好像快撞上玻璃 不进也不停 大家都在猜测妈祖的心意 精妙方人员请示妈祖 原来妈祖要告诉该院 三面白沙屯妈祖的匾额 全挂在药局不适合 总院长佟敏哲听完后当场跪拜 指示员工将三面匾额 改挂在医院抢救组墙壁 以符合妈祖指示 白沙屯妈祖联教随后停驾 在沙禄光田综合医院 该院副产部长苏其风 和医护人员刚好结束手术 无意间打开手术房窗帘 见到楼下妈祖联教和参拜人潮 苏其风说 今天早上做了第一台达文西手术 从未感觉如此神速 顺利结束 原来是粉红超跑进来医院 保佑病患平安早日康复 朋友则笑称如有神助